DAPER的架構 很高興能夠跟大家在JC Conference 見面 那今天主要要分享的主題是 使用 DAPER 來簡化 Java 微服務應用開發 那今天的內容主要會分享 什麼是 DAPER 然後 DAPER 的架構 然後還會包含一些 DAPER 提供什麼樣的能力 然後讓你能夠譬如說 專注開發你的服務的應用邏輯 譬如說將一些像微服裡面的一些 分身是追蹤啊或是跟一些雲原聲的 系統做一些間接的這些功能 能夠抽到 DAPER 這種賽卡來幫你做掉 那可以減換你的微服務開發的一些 LOADING 好 那就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是李奇 RICH 那目前擔任 INTEGRATION ARCHE 這個角色 那我的 FOCUS 的一些領域呢 比較像偏向像微服務應用開發 然後 Event Driven 的架構 然後這幾年因為就是集團的一些上癮策略 然後也比較研究了一些像是 應用開發在譬如說 GCP 或 AWS 這種 Public Cloud 的技術上面做一些整合的研究 那在進入分享什麼是 DAPER 之前呢 然後我要先提一下就是為什麼 就是會有 DAPER 這種概念的產生 那這其實也是因為這幾年就是 Microsoft架構的廣泛的使用嘛 就是很多 不管是國外啊或是國內蠻多的專案 都使用微服的這種架構的設計 那其實微服膠在過去來說 它其實就是一種分散式應用 就是你的系統 你的應用程式可能部署在 假設是不同的網路環境啊 或是 cluster 的機制裡面 那最簡單碰到的問題就是說 你服務之間的呼叫會有一些問題的出現 比如說有可能你的某一個服務啊 它可能是忽然的 fail 或是它的服務的 degradation 就是它的服務的等級忽然下降了 譬如說某一個服務它正在處理很大的量 但是你另外一個服務有需要去跟它做一些 服務之間的借接的時候 你原本扣那支可能就是會被它影響到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說可能有些的像Baggan的API戶口啊 可能需要走一些像是 可能是同步啊或是非同步的這種機制 那有些可能還是需要 還需要加上像security這種 channel 像mutual TLS啊這種機制 那你有在開發API的 Baggan的API你就知道 其實你API要套用這種mutual TLS 其實是還蠻不簡單的 就是你需要花一部分的工來去套用 或是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就是 就有人提出這種Microsoft的Pattern 然後像 Service Discovery啊 Complete Management等等的 這些Pattern 都是為了要解決你在 實作像微幅架構的時候 碰到的一些問題 那像如果你有用過 Spring Cloud的話其實 它針對這些Pattern 它都有提供對應的實作的Library 或是實作的方式 但是你在用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變成說你的 Spring的application 或是你的report裡面就會 摻雜一些就是 這些像是 這些Pattern的一些 像annotation啊或是config 那有可能你的 簡單來說你的服務可能就只有 簡單的CRUD的邏輯 但是加入這些 這些機制進來 可能你的 那你的 某一個 project就變得比較肥大 然後會跟這些 服務有 或是Pattern相關的 dependence 那 可以看一下 下面這張圖就是 這個是Dapper跟Spring Cloud 針對Micro Service的這種 這種架構 然後它所 它所不同 不一樣的處理方式 那 先看右手邊好了 右手邊 綠色的部分就是 Spring Cloud的 它所提供的一些 譬如說基本的 微服務的一些能力 那包含像 Circuit Breaker啊 就是你在呼叫API的時候 可能會有 需要做一些retrial 或是你服務刮掉直接 一些error handling的機制 那Sleuth attriator 就是做一些像監控之類的 matrix 那Spring Data就是 接一些 像是接 接你的Database 的資料的時候 需要用到的 然後或是PubSub 就用像CloudStream 那這些其實 就是 如果你是用Spring Cloud的話 等於說你的 假設就是你這個 你的 程式的container裡面 你就會 需要自己去把這些 library加進來 然後你直接在部署 譬如說部署到 K8S的 這個part裡面 其實你的 你的container 就是包含這些東西 就是包含這些library 然後跟一些 config 啊有些可能還 還會有一些 onnotation的一些程式碼 或是你要注入一些 instant進去到你的 long time裡面 那相對比就是 左手邊的這個就是 daper的 他所提供的這種 sidecard的架構 就是 當你在 部署你的 應用程式的時候 他會起一個 daper的sidecard 到你的 譬如說你是 布到K8S的part裡面 他就會在你的part裡面 起一個 這種sidecard的container 那你的應用 其實你就是直接可以 跟這個daper sidecard做溝通 那daper sidecard他就提供這些 像sicre management 剛剛其實 右手邊提到的一些 能力他其實 基本上 都有提供 然後也是慢慢在 在 譬如說在開發 因為這個是 open source 那其實重點來看 就是你相比較 你可以更專心的 在開發你的 應用服務的邏輯 而不需要 夾載在 在你的saucecode裡面 那這個 另一方面也是在你 long time pure application 弄起來的時候 也會有一些 輕量的作用 好 那再來就是 進入daper的介紹 那什麼是daper呢 其實 這是他的 官方網站的首頁 他就是一個 可以讓你減換 你的 cloud native應用開發 就我剛剛提到 你可以把剛剛的 像是監控啊 matrix啊 或是等等的 serve discovery的 一些邏輯 就是放在 daper的syscard 那可以保持你的application 就是更趕緊 然後 偶合性更低 那daper目前他提供了 蠻多 support蠻多 就是開發 開發語言的 那其中也包含java 那就是 今天為什麼 就是我們主要會介紹 java的一些 怎麼使用daper 那其實像node啊 python等等的語言 他其實都有support 那跟daper的syscard 做借接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有提供 HTAPI 跟GRPC的API 那另外的是他有提供 不同語言的SDK 後面會帶到一下 那你透過這方 就可以直接跟daper的syscard 做一些 做一個integration 那 再來就是daper他本身提供了一些能力啊 像service to service implication 這個就是 在wave裡面就是那個service discovery 然後stamp manager 就是跟db做存取 那pubsub 然後還有一些input output binding 就是譬如說外部trigger你的程式啊 或是你程式 trigger一些東西 一些資料到外部 這就歸類在binding的部分 那個actor就是平 呃 應該算是平行處理的一個 一個 開發模式啊 這可能java比較少用到 像如果你是用那個scala 或 他有一個叫ACA的一個 的framework 他其實就是有 始作這個actor 那最常用也是這個啊 observability 就是你可以 像是 分散是追蹤啊 或是log啊 matrix 等等 這些因為你是call sidecard 幫你去做 呃 轉發 所以他sidecard 都有記錄這些 像matrix的資訊 那是secret management 那目前 因為 deb他提供 Dark跟 KBiYS的環境 可以讓你做部署 然後 呃 他也有提供不同 雲環 雲環境的一些間接 比如說跟 GCP的pubsub啊 或 AWS的 XQS啊 Kinesis 之間的整合 他其實都有提供相對應的component 目前是70個以上 這個就是看 可以去官方看他的一些 每次的release 那這個是簡單的Psycard的架構 那其實就 可以看到說 其實就是 當我們的 呃 兩個 我們系統的服務之間 以前都是服務之間 像A跟B 互call嘛 那如果你是導入Psycard 這種架構 變成說你的 呃 你要跟 服務B之間 對call的時候 其實就是 直接跟Dapper說 你要呼叫服務B 那服務B會幫你做一個 呃 轉發的動作 那中間也可以透過 你可以設定說 我要是 我兩個3R是要走Mutual Tier S 那中間的Tracing啊 Logging啊 Matrix 這邊都可以透過Dapper 來幫你做紀錄 譬如說可以轉發到 像彭米修斯啊 或是Jager Zipkin等等的 這些 外部的 Cloud Native的Tool 或是Binding 你也可以從 譬如說 Cavcar有Event的時候 你可以用Dapper 來幫你做Listen 然後來轉發到你的服務 然後像 呃 State Management 這邊就是做一些 資料的儲存跟查詢 他都有提供 蠻多 至少目前主流的Dashbase 他都有提供 所以你就可以 簡單的 譬如說抽換你的 實用的資料庫 或是你要換一些 呃 譬如說每個服務 他就可以設定他專有的 專用的資料庫 然後最後就是 也有PubSub的機器 他也有提供不同的Tool 可以讓你去 去做一個 用Sidecar做一個整合的動作 好 那先簡單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怎麼去 Demo一下怎麼去 弄起來的程式跟Sidecar的 Dapper Sidecar 那其實這個是 呃 程式範例 大家可以掃一下 那進來就是有一個 Servification這個範例 直接點進去 那其實這個範例裡面就是會有 呃 三個程式啊 那我們今天先 前面這個Demo先 教大家怎麼帶起來 譬如說 Node.js跟 Dapper Sidecar Sidecar 就是長得像這張圖 就是 呃 你有一個Node.js的 的application 然後你把它啟動起來 順便把Sidecar給帶起來 那這邊你就可以 透過Node.js 然後 呃 透過Node Dapper這個Sidecar 跟你的StateManager 做一個整合的動作 那你的Node 那你的Node 你就可以不需要寫一些像 Persist Radies的一些 Library啊 這些都可以抽到Sidecar這邊 哦 謝謝哦 那 那就切換到你的 可動下來的路徑 那這邊 因為我們要先起Node 這個程式 Node 然後就是 裡面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 app.js 這是主要的 我們的 Node的 Node.js的這支組成器 那可以看一下其實裡面的邏輯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 兩支API 一個是order 就是讓你查目前的訂單 那一個是neworder 就是讓你去建訂單 的兩支API 好 那還有一個是查那個 pode的資訊 這個就還好 就是 做 debug用的 好 那其實在建訂單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有發一個 一個 就是它 後來 建訂單 最後會call一個 一個post的API 然後它的URL是stateURL 那其實看到上面它其實就是call一個 dap的API 那其實這個後面會講到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 這個dap的API 它 主要的pattern就是 你會 帶一個 帶一個 dap的pode 就是你要知道說你的sidecut的pode是哪一個 sidecut default是3500 然後它的版本 目前是固定的 就是1.0 然後後面這個就是針對不同的component 譬如說我們現在是要做一個state management 它就是 這邊就是固定一個state 然後後面就是接你的Diabase的 的name 那像我們這邊就是 叫做一個state store 那這邊就會對應說 你 local騎起來的那個 譬如說state store 是對應到radis 那它就會把 發這個 打這個API的時候 它就會其實就是 寫這個資料 然後到你的對應的radis 裡面 那其實 呃目前local環境都是用 打殼來做 做開發 所以就是看到 額外提一下就是 你在local 會有一個 譬如說你在local 安裝往dap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 local的 dap的目錄 然後它是一個 隱藏的目錄 要打 Dot 在你的加目錄下面 有一個 dap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 目前的提供的component 其實裡面就有一個叫做state store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 打到這個API 還是要 要打到那個 state的statestore 那這邊statestore 它就會找 呃 這是它的config 那你要 那你要 naming的statestore 是用 哪一個名字 就是寫在 metadata name這邊 然後像這個它是用radis 所以它Type出state 打radis 那radis IP跟 找密碼 這就是一個 dap的component 的config 那在local裡面 它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自動會把你 呃 帶起來 譬如說你這邊就會有一個dap的radis 所以說我們在帶我們的 應用程式的時候 其實就 你目前環境應該就會有一個 radis 弄起來 好 那再來你在local安裝完dap的時候 你就會有dap這個command line 然後通常在run 在local去run你的dap的 應用程式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用dap run 你可以看一下說明 它就是run 把你的application帶起來 然後順便把dap的side card也啟動起來 那其實dap run有些command 譬如說你要設定你的application的ID 因為你這樣才能讓你的side card知道說 你的application 是 對應的ID是哪一個 因為它會用ID去找你的application 然後 你的application 聽的port 那再來一個簡單就是你的dap的 htp的port 因為我們這個node它對應的 我們呼叫的side card是使用htp API 所以這邊你就要給它一個port 所以我們用dap run 要把我們應用程式帶起來 我們就是要給一個 剛剛提到一個applicationID 設成nodeapp 然後我們這個application它聽的port 是3000 所以我們就是 跟它說我們聽的port是3000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給它你的side card的port 就是dap的那個side card的port 其實default是 3500 這邊你也可以不需要捨 但你也可以特別指定你要說 你要再拿一個port給它 那我沒給我 它也會rondon給你一個 那後面就是接著你要 啟動你的application 的指令 它說我這個已經在run 所以我先把它 STOP 這個就是把你的dap就啟動好了 就是我們剛剛的node.js的這個 application 然後包含 一個side card 那我們現在其實就可以用 透過side card去call 我們的node.js 比如說我們要call 剛剛的那個create order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 new order的API嗎 那其實目前如果你要透過side card去call的話 其實就是透過這個API的這種 這個format的方式 我們剛剛不是有call 其實看到states.de 那這個是call 譬如說call某一個 application 譬如說我們剛剛取得 叫nodeapp這個application的ID 然後messor這邊固定 然後我要call一個 譬如說new order的API 你就放在messor後面 它其實就可以找到 你的application 然後call對應的API 那這個是create order 帶一個order的資料給它 好 那我們就是 這樣等於說 我們 跟 dap的side card說 我要建立一個 data 裡面是order ID是42 然後幫我去建這個order 那我們一樣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譬如說跟side card說 我要查詢剛剛的order的資料 一樣是找到剛剛nodeapp 然後它的API是order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建的那一筆 那其實我們 剛剛已經包含說 我們啟動這個node.js 然後包含它的對應的side card 然後 因為 在local裡面開發 你radis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就 剛剛的應用就是query 比node 跟我們直接打side card 然後說我要建一筆order 資料 然後 是 實際上是要打到 它就會幫我們打到這個 nodeapp 然後對應的new order API 然後再來我們又發一個查詢 是 透過dap的side card去查詢 node.js這個 有一個 order的API 然後它一樣是在發一個 查詢幫我們去查sesto 那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把 nodeapp帶起來的 一個簡單的範例 那其實這個應用其實 後面還會講到完整的 譬如說它 還會有一個sprint的application 然後去跟 dapr dapr long time去存取 這個nodeapp 然後就會講到說 怎麼用sprint去做assess 好 那再來我們去提一下就是dapr的building block 這其實就是 上面剛剛前面有帶到說它有像 input output binding啊 或是secret management 或service discovery的這種 不同的component 那其實 每個 目前每一種component都有support 現在主流的 的coldnative的服務 像state store它就是提供像 redis啊 mongodb cassandra這些的資料庫做接接 那像pubsub的一樣也是一樣 它有提供caf卡 然後redis pubsub 或是像 雲端上面的gcp啊 google cloud上面的pubsub 它其實也可以做assess 或是add up的sqs 那binding也是蠻多的 那secret store也是 除了有support像 呃 hcorp的fault啊 你還可以跟像gcp的secret manager做一個 接接 那監控也是support很多的 的coldnative的監控的tool 那目前就是超過70種啊 有可能就是可能之後可能像80啊 或是更多也說不定 那第一個就是 呃 我們剛剛其實有一個 我們的翻譯其實就有提到說 存距的redis state store 那目前是只有support像key value的啦 key value這種資料型態 那我相信之後可能也會提供更多的 的資料存取 那其實這張圖就很像我們剛剛啟動那個node app 你就 呃 你就是譬如說我的spring application 就最左邊這個我要去寫資料 我就直接跟side card deaf這個side card 來做 溝通就好 我不需要就是說欸 我還要 譬如說我要存取redis啊 我的app application還要 呃 input spring data redis相關的library 然後跟一些對應的source code 其實這邊就是我根本就不曉 就是透過一個APR 我就可以跟deaf說我要存資料 或是查資料 那其實我們剛剛有帶大家看就是你怎麼去寫一個deaf的component 你的名稱就是放在metadata name 的這裡 然後你type 你是redis啊 或是mongodd 然後 在metadata的下面就是你不同component自己的config 那你就可以透過 呃 右手邊這些API 譬如說我要create資料就是用post 就是打dap post API 去寫資料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查order訂單 就是透過get API 那他有提供 有些有提供translation 譬如說你可以 呃 類似像 呃 relation database一樣 一字寫一批啊 或是update一批 然後包成一個translation的方式 那 那 部分的database有提供translation 這邊就是要去他的官方網站看一下 那基本上像mysql啊mongoddb應該都有提供 postsql relation的應該都有啊 那input output binding 這也是一個呃蠻常用的就是 譬如說你系統 呃 呃 存取一下外部程式或是 你要做一個像是pubsub pubsub的機制 就是一對多的非同步的溝通啊 或是多對多的方式 你就可以透過pubsub 他有提供pubsub的component 做接接 radies啊 Cupcard都有 然後 呃 重點是他的 呃message的形態 他有support cloud event 那這個就是 目前的一些 message的標準的格式 那你就可以透過cloud event的 去做一些像訊息的建立啊 或是pass等等 那input output binding也是其中 一個還蠻常用的 就是 你可以透過event的方式去 譬如說你的dapper就 就listen某一個 像Cupcard的topic 那當有event或message進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trigger 你的reputation的某支API 那你可以很簡單的 譬如說 呃原本我是Cupcard 那我可能系統換成mqtt 你就可以載入mqtt的config 然後做一個 呃 input binding的這種切換 這是他的 優勢啦 就是你不需要改動你的程式嘛 那output binding也是一樣 我可以譬如說 處理完我就寫到dbass裡面 或是發像是 透過twitter這種 這種sars的服務來發email 就是 就是你的reputation 接接到外部系統的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output binding來幫你做掉 那最後就是像tracing啊等等的 這種matrix 以往我們都是要透過像 如果是sprint的話 你要自己去 實作一些 呃 open telematrix的library啊 或是 openfand的library 譬如說你要 呃 寫 match的資料像 到zipkin啊 或是tracing的資料到zipkin 或是托米修士等等 然後在dbass這邊它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我們 應用程式的溝通 都會透過dbass 所以dbass這邊就可以 直接幫你做一些處理 或是呢 你也可以透過 open telematrix的collector 那一樣就是 你不需要在 你的應用程式 再加上這些 這些邏輯的 好 好 那再來講一下dbass的longtime模式 這其實我們剛剛前一個簡單的範例 就是說 帶起來你的 本機的一個 node.js 的application 其實我們是用dbass run 這種comment 然後我們剛剛加了一些參數啊 像fid啊 fpo 等等的 那如果你是 run 在像kbass的這種環境裡面 其實就是 你只要去寫你的 deployment的manifest 然後你在tamblade的annotation這邊 加上 對應的dbass的annotation 其實 它 dbass有一個 在kbass裡面 你只要安裝好之後 它有一個part會 會處理這個annotation 就是它 會去看你annotation裡面 有沒有dbass的 這些對應的 的config 例如說有沒有enable啊 或是 你有設定application fid啊 apppro這些 它就會讀進來 然後幫你 起一個對應的 sidecard的container 在你的part裡面 那這個還蠻簡單 就是你不需要再 額外加一些指令 你只需要 在你的 deployment裡面去做一些 新增這些annotation 其實就可以 好 好 那其實 剛剛的 最後也帶到就是 我們剛剛的範例 其實有一個folder 是kbass deployment 那裡面其實就有一些 你怎麼去在你的 kbass裡面去 部署你的 我們剛剛起的那些服務 其實都在這個folder裡 那當然你會需要 去 在你的 譬如說kbass環境去 initial你的daper 你的daper runtime 那這是你需要先去config的 或是做一個安裝的 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有看到說就是 呃 怎麼透過像htp api的方式跟daper的 呃 sidecar做溝通 那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pattern 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call一個 呃 nodeapp對應的sidecar 然後我們是透過這個 api的format 那我們剛剛有一個 其實這邊就是一個固定 譬如說我要call 某一個sidecar 對應的application 我們這邊就是 用involve 然後這邊就帶 appid就是我們剛剛 用daper runtime 或是你在kbass環境裡面 有一個 appid 就這個 基本上它應該是unique 然後後面接個method 然後就是後面再帶一個 method name 就是 你的application的那個 api的 的endpoint 其實它就可以 呃 就可以知道說 你是要打到哪一個application 然後對應的api 那這種方式好處 等於說我們的 呃應用程式我們的 或是我們的程式語言 就是不會限定說 一定要用 哪些library 又有可能 譬如說我要call 我要做pupsub 那pupsub 真的radis 的不同語言 不同詞作的方式 譬如說你的 node.js的radis library 一定跟你spoon 的library是不一樣 那如果你想要更細一步控制 譬如說dapr的一些機制啊 或是retry等等 你可以透過 其實dapr有提供sdk 那這個是以java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剛剛 對應這個 服務呼叫的 這個api 我們就可以透過dapr的clin 譬如說你入一個dapr的clin 然後用invoke method 那一樣就是提供 applicationid mastername等等 但這種好處就是 你可以透過 API的方式來做 做一個處理 譬如說你要做一個 訊息的轉換啊 或是錯誤控制啊 比較細部的一些呼叫的控制 那基本上 我還是建議用上面這種方式 好 那又回到的demo 其實我們就 這個部分demo 就是接續剛剛我們上一部分的 就是我們剛剛不是有 起一個node.js 跟 它對應的dapr的content 就是它的side count 那我們等一下會 針對python 會起一個python app 然後跟它對應的dapr的篩卡 那 Python這邊它就會固定去寫 order資料 去call 譬如說 定期去call說 我要建立order 資料 那order這邊 就是我們node.js這邊 就會持續的去呼叫 我們的states.就是radis 它一樣是透過API的方式 那我不需要用到radis的 library 然後就會寫入資料到radis 的key value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用sprint的方式去做一個查詢 譬如說我們查到我們的order 然後一樣也是透過我們剛剛的 我們 我是建議使用htt的方式 那等一下也會看一下透過那個 sdk的方式 好 ok那一樣是這個範例 那再來看就是 其實去run 在local去代行的application其實蠻簡單的就是 就是 一樣就是 用 dapper run的方式 然後譬如說 塞不同的application id 然後跟你原本要啟動的 程式的指令 那在 jar這邊其實你就可以直接用 譬如說 執行的jar的方式 把你的application帶起來 這邊我再 切一個視窗好了 ok 那我們現在是要起的是python 然後就是要 assign一個 application id給這個python 然後把我們的python 這個app 帶起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拍檔這個application 它就是 每秒去寫入你的order資料 到 nodeapp 就是寫 那這個nodeapp就是 這個是它的log 它就直接寫說 欸目前有 去create一個order 然後它的order id的對應 好 那我先把它停掉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回到我們的 Sprint的application 那一樣就是 這邊起的方式就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Sprint的application 然後透過jar的方式 那我們這個Sprint它 Listen的Pulse8080 我應該已經view過了 好 所以你就會看到 一些Sprint的log 然後跟Depth的log 然後跟Depth的log 它就會說 你這個程式就是 被帶起來 然後 目前用到的一些版本 好 那我們現在Sprint的application 已經帶起來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邏輯就是 要透過 呃 Sprint的API 它有一個 它一樣也是用Customer去查 order資料 的這個case 那其實它就會實際去 我們application就會call這個 接著API 跟我們的Signcard說 欸我要打到 Note app 的這個appid 然後我們是要去 getorder 取得到order的資料 那就是這個API 那就是這個API 那這個就是 呃我們 這一支 Sprint boot的application 所exposed 出來的API 那它實際就是去 會去call Note app的app app application 好 那目前 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取得到order id 是133 然後你就看到 最後寫入的order id 在order這邊就是133 然後這是一個key 所以它應該就是取 用key是order去query 那其實可以簡單的看一下 source code 那裡面就會有兩支 我先打開好了 其實最簡單就是 透過剛剛的 我們的 透過 call dapper的HTP API的方式 去打 那在Sprint裡面其實就是 你有用到 openfine這個library的話 你就是 直接用HTP cline的方式去request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們的URL 怎麼就是 就是set這樣 就是跟我們剛剛看到的format其實一樣 我call dapper 的side card 然後說我要呼叫的app是note app 然後後面接的API是order 那另外一個譬如說你想用到 dapper提供SDK的方式的話 你就是要input那個dapper的SDK的library 然後 一樣是透過像這種 dapper client 就initial一個dapper client 然後跟他說 你要呼叫的applicationID API的名稱 然後是get aspost 那裡面需不需要帶一些metadata的資料 這個是我們這個翻譯是不用帶的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response 然後response是一個binary array binary array 就這樣 那這個就是透過譬如說 Spring boot 怎麼去跟dapper的side card做溝通 的兩種方式 然後就是第一個就是htbapi 那第二個就是SDK 那其實SDK 在pubsub啊 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它還有support 像KawaiiFan這種library 回到我們的slide daper API demo差不多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daper它所提供的java的SDK 你可以看到 前面就是一些input 你要input到一些 daper的SDK的library 那其實有一個pubsub的 的範例 那 其實它的pubsub裡面的message 就有support cloud event 比如說cloud event的這個格式 那為什麼要support cloud event就是 因為現在如果你要是要接一些 魚端上面的一些pubsub啊 的服務 的服務 它們其實都有 已經有10座cloud event這種 資料格式 所以你就可以統一使用 統一的 event message的格式 那其實是還蠻方便 就是 針對一些雲端的message的串接啊 其實這些 統一的話會比較方便 那最後就是 其實你在loco跟你的本機器都是 有一個叫做 然後 daper的dashboard 它可以顯示說 你目前 所run的一些 daper runtime的application 然後它有一個UI 那像我們剛剛loco其實run的spring application啊 跟node的application Python那個剛剛已經停掉了 那這邊就會可以看到說 可以看一些log 跟一些 相關的一些metadata 比如application appid啊 apppoll 等等 然後還有說你的daper目前 譬如說我這個是loco環境 那你有run哪些component 譬如說pubsub啊 跟我們剛剛不是我們的 辦理有個state store 那我們的state store對應的 type 就是我們是 對應到radis 然後跟它的configuration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demo code 是來說明怎麼做一個 使用daper runtime 然後做一個服務之間的串接 然後又接到 譬如說你的資料寫到radis 然後其實你還可以 譬如說你可以做一個 譬如說 呃 state store的一個切換 譬如說你現在原本是用radis 你這樣切到mongodb 其實你就是改那個config 譬如說你可以new一個 new一個state store的mongodb的config 然後就可以 直接用application 透過API的方式就可以做接機 這是就是我是覺得還蠻方便 而且可以去 呃 跟譬如說你的crownnative的tool 做一個接偶的動作 那最後一個是 弄在kbiz的環境 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其實如果你是在kbiz裡面 你需要先initial好你的daper的long time 可以去check 你可以去check譬如說 譬如說 daper的 一些本身的自己的pod服務是放在 daper system這個namespace 它會有一些像dashboard啊 sentry啊 像daper一個sidecard injector 就是讓你去 把你在你的pod裡面去去塞入 dapersidecard這個這個服務 那其實daper本身的 它的comment其實有support 不同平台有support不一樣 譬如說 像dashboard我們剛剛用的其實就有support 像kbiz跟servehost 就是本集兩個都有 那有些comment其實 不一定 要看一下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使用daper來簡化微服務應用開發 然後有介紹一些daper的架構 那希望大家針對對你往後啊 或目前工作有些用處 或一些這些概念可以幫忙 到你可以簡化你的應用微服務的開發 好謝謝大家